介绍来关心企业方面的消息 苏迪乐弘胎要来 甘岐管政府处理弘胎来实际前 几凭台湾農業界的重新科技界外 海上偶产 没人背景在枯空气的技术 让栽域控制可以减准准 以及有效性 未来可以作为企业管理工具 硬是天然栽域与農業保险的精神 差距在所为贫固 甘岐管政府标识 青海蚵仔永迟每一方做事到胖胎 以至少人气流侵蚀时 往往造成大面積的灾害损失 过去政府为了解财存的情形 都必须要靠人力出海 集合栽域控制作业 不但何时在这准较性也受寒 有点没人背景在枯空气技术 已经苦衷生息 因此将它投资应用在欧米变息 让灾害控制 可以竟准准以及鼓勇使好性 空拍计划是我们嘉义县政府跟中兴大学合作 向农委会争取的一个科技计划 那这一个空拍计划呢 主要是为了了解我们海上牡蜜养殖 每到这个台风或者是强烈的新冷气流 都会造成一个严重的灾损 那过去这个磕田的一个灾损 因为磕棚的碰撞受损或者是磕村的掉落 常常是要用人工的去判读一个灾损的状况 常常没有办法有一个明确的数字 那我们这一次呢 利用这个空拍的影像处理 希望能够更明确的有一个判读的数据 那把我们整个海上的一个牡蜜养殖 如果有灾损的状况下 可以做一个明确的一个判读 关于农业处演奏去年的无人机 农业应用企业 今年收到协定农委会支持 与中兴大学环博及防灾科技研究中心 探机科技公司推动 高级当欧阳拥接UAV行协 以及灾损调查技术开发合作阶级 运用UAV结合地理组成系统 摇杆压上处理定技术 建议环境的潜海 以外拥集困堡以及压上资讯 提供作为拥集管理 以及天然栽海调查技术 最近新闻朱来信 当初乡采光报道 dedi